木棉花絮翻飞就好像是置身雪地 但是这番美景却成为了隐形杀手 但你看到这是台中市枫园区中山路的中央分隔岛 种植有木棉树 每年大概3到4月是开花季 这棉絮如雪花般的纷飞 不但会影响到行车视线 也引起民众呼吸到过敏 而在附近的居民就连署争取之下 现在已经开始动工 要移植到神钢交流道 白色棉絮随风飘逸 宛如下雪一般浪漫 而这样的美景却引起 枫园区中山路附近住户呼吸到过敏 及用路人行车安全造成民怨 尤其是他每当开花之后 结果变成棉絮之后 它会造成我们地下室 全个片都是白茫茫 清都不好清 然后里面又造成很多小孩的过敏性体质 那因为我是这里的长期的住户 我就是那个受害者之一 放眼望去芬阁岛上仅剩残存的树枝 中山路中央芬阁岛早期种植木棉作为行道树 花朵掉落时骑士一不注意就会打花摔车 再加上果实爆裂棉絮飘飞 容易造成行车视线不良影响行车安全 此外木棉花絮也会引起呼吸到过敏等问题 因此当地里长与附近170户居民共同联署移植 在明代的协助下900公尺路段共70颗木棉树 决定移植到果道4号神刚交流道边坡 芬阁岛在进行绿美化总经费约1400万 日前也已开始失作 每逢木棉花结果的时候 那些木棉花那些木棉花的花穴 造成周边住很多困扰 中山路的周边住很多希望说把这个木棉花 做移植的动作 原本是预计在去年就要移植了 因为移植地点的问题 所以研制到现在开始动工了 真的很感谢说江历委服务处的人 是江历委对我们周边住的意见 真的接地气 工程预计明年3月中旬完工 公路总局也回应 芬阁岛将会改种灌木 给民众一条安全的用路环境 很明显 芬阁岛